通过仪器检测发现异常 往往需忍肌挨饿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髓 穿刺 切片 等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殊不知 付出这么多代价 查出的异常不仅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就是错认果 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而使病人变多 异常不是疾病之因 是因为异常与疾病一样 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熟果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了两种错误 首先是疑症多因的错 即认为 一种症状可由多种异常所致 比如痛症 可有异常形态 如肿瘤 骨刺 锥肩盘突出 结石 溃疡 沾黏 发炎等 或异常指数 如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 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症状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头部体伤 可导致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麻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一因多症 而非一症多因 而且 一症多因 一疾一果多因 也与理不通 这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会有很多生生母亲因 所以认为一种症状 可由多种异常所致的 一症多因 本质上是导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是果生果的错 即认为 一种异常可导致多种症状 比如 肠瞻炎可导致腹痛 腹胀 蓝尾炎可导致腹膜炎 败血症 肝硬化可导致腹水 肥水食不下 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 气喘 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症 高血压可导致 头智癌 脑中风 脑溢血或脑梗塞可导致昏迷 偏瘫 口眼歪斜 心血管堵塞可导致 心肌 胸闷 胸痛 心肌梗塞可导致昏迷 猝死 癌肿瘤可导致倦怠 暴瘦 疼痛 甚至死亡 但就像发白不会导致头痛头晕 面皱不会导致敷痒溃烂一样 果是不可能生果的 反之 要是果可以生果 则如同不需父母 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弟妹来 一颗苹果也可以生出同一树上的其他苹果 甚至香蕉 葡萄来 这岂不是天下大乱 因此 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各种症状 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观点 本质上也是导果为因不能成立 这里就是点出结论来了 医学最大的误区就是怎么样 错认果 什么错认果呢 因为果有两种 一种是疾病的果 一种是衰老的果 也就是把衰老当成疾病在医 所以我称为错认果 那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就是你把异常 也就是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而去处理异常 结果会导致怎么样 病人变多 你不信 你看看 现有的医学 越来科技越发达 他们仪器设备越来越多 越新药不断在推陈出新 但病人是减少了还是变多了呢 蛤 病多啦 你不信你去看 各种医院常常都是客满的 因为这些检查 你看以前是治疗疾病 现在是怎么样 疾病也治疗 老化也治疗 那病人不是变多 因为我们生下来 人不外就是走向怎么样 衰老或疾病嘛 那当然就导致多了 随时都有病人 你即便正常的人也会衰老 也是要变要治疗 了解吗 这个导致的后果 太严重了 所以医学不可能解决我们的疾病 我就明白的讲 因为照这种趋势下去 病人不会减少 只会越来越多 你放心 好 那他们这里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 什么错 它有两个 第一个 把异常当作疾病之因的错 还有当作疾病本身在治疗的错 那你把那个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这样的错 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种是怎么样 一阵多因的错 另外一种就是果生果的错 那这两种错 让病人产生什么心态呢 比如说一阵多因 你任何一个病 比如说你这里肚子痛 因为它一个症 后面有很多原因 那病人就会自然想到怎么样 到底我这个因 也就是这个肚子痛的这个症 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我一定要去检查 有没有 那检查出如果是胃癌 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肚子痛 原来是胃癌引起 有没有 如果检查出来是肠瞻炎 他就说哎这个是肠瞻炎引起 如果是检查盲肠炎 他就说哎这个是盲肠发炎引起 有没有 如果检查这个肚子痛是胆结石引起的 他一定说你怎么样 这个结石引起的 甚至很多脚趾头的痛 他检查出来说尿酸 那就是尿酸引起的痛 有没有这样 所以一阵多因会导致怎么样 患者很恐惧 对疾病特别害怕 害怕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这一个现象 导致这个现象的病症 是有什么引起的 我一定要检查 所以就开始也不再相信我们身体的 感官的种种 因为其实疾病我们是自己可以感受出来的 古人就有了 但是我们再也不再相信自己 我们相信了仪器 以为他可以帮我们检查出因来 因为这种因太多了 那这样变成怎么样 病人或没有病人都想检查一下 你们最近有没有检查啊 最近这几年 有的举手看一下 对啊 就像你们这样嘛 对不对 就想检查一下 即便没有病 也希望检查出啥东西来 对不对 但是我这里就提出原始点的看法 原始点是怎么样 一个开关一个体伤 可以引起怎么样 一系列的病症出来 比如这里体伤 这里有没有可能产生疼痛酸麻 痒脏悶 种种的感觉出来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在这一个范围任何的部位 内侧外侧 只要出现 其实道理都一样 一个体伤而已 一个阴而已 你只要这里按一按 它都就可以改善 所以是 一阴多阵 西医是刚好相反 一阵多阴 也就是 原始点便把复杂的医学怎么样 化繁为繁了 西医反而怎么样 把简单的东西怎么样 化繁为繁了 这是两种的不同 那 我这里也提出 如果一阵多阴的错 那就像 孩子是母亲的 生出来的果嘛 果的背后竟然有很多因 就是背后有很多生生的母亲 很多母亲生出一个孩子来 这个逻辑通不通 完全是不通的 但医学是可以硬啊 但从因果的角度来分析 很快就可以看出 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 但我们几乎都接受了 所以这是一个可怕 也就是你即便没有病 最后变成被医学洗脑之后 大家都想检查 何况是当你哪一天有病 都想检查 手腕痛 不管有没有肿 都想去照一照 对不对 哪里头痛就去照一照 万一你这个头痛 本来这里揉几下 然后温敷就好了 哪一天你不幸去检查 头痛检查出一颗脑流来 我看你这一生就毁了 为什么 西医本来就不会刺头痛 我跟你讲他不会的 我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你头痛他顶多给你吃止痛剂 他也不懂得去帮你揉嘛 对吧 他就是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就去做了很多检查 万一检查出脑流 他绝对不治疗你的头痛 他会一直跟你讲 你这个不处理可能会那个疗 是吧 所以你就害怕 本来你是要治疗头痛 结果去怎么样 去开脑袋耶 然后开脑袋就结束了 也不行 还要化疗吃毒药耶 那你这一生不是被玩完了吗 结果一个头痛 就掉入这么大的陷阱 你会想到吗 你绝对想不到 但这个就是一阵多阴的威力 也就是没有什么病 也会搞出病来 然后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来 所以原始点 这样做我只能说 把它化缓为简 当然利益的百姓 但是说实在 如果从这两个医学的角度来看 你认为如果你当医生 喜欢当原始点医学的医生 还是要当西医的医生 我问你们 讲老实话哦 要当原始点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要当西医的举手我看一下 啊有两个 不错那个是老实人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西医可以化简为反 赚很多钱啦 我现在终于知道 因为你简单赚不了钱 你脑中风 然后揉几下温敷 然后人家就好了 你能收多少钱 然后又不做检查 但是你治不好的又把它开刀 然后开完它还有后遗症 每天来复健 哇你每天克满耶 哇这个后续的服务 它是怎么样 长期帮你维护的啊 维修啊 因为把你弄坏了在维修啊 那当然这个商机无穷啊 所以我终于才知道 原来简单的赚不了钱 所以学原始点别想赚钱 好好老实帮人家 集一点得才是真的 那如果要赚钱去搞西医 但是搞西医我不是鼓励你们哦 因为我有一个概念 医学如果是要救病的 你们现在也知道真相 如果还真的去 那你们因果自负哦 我是这样想法 如果你要赚钱 你干脆就去当商人 如果你要救人 你就好好搞原始点 这样就对了 那这是一个错 也就是一阵多音 就是把医学复杂化了 我终于才知道 复杂才有钱赚 就这么简单 而他把它搞复杂呢 让所有人都搞不清楚 因为你们被洗得太彻底了 了解吗 所以以为医学门槛很高 我这样放出来其实都不高的 其实原来就是这样解决的 古代也没有吸 也是可以治疗的 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果生果的错 因为检查完之后 即便正常的人检查 也会有衰老变化嘛 对不对 我说体表会变化 体内会不会变化 然后越老变化的越多 那你万一被检查出 什么脑瘤啊 什么子宫颈瘤啊 什么瘤出来 或是我刚刚讲的 结石啊 什么肠沾黏盲肠炎 或是简单一点啦 高血压或糖尿病啊 这些指数就好 这种指数一检查之后 你就终身要吃药 对不对 高血压糖尿病要不要吃药 要啊 但是高血压跟症有没有关系 无关啦 是体伤才有关的 那个指数高低是无关的 很多高血压它是没有症状 他也不会投膺 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就是血压高 那血压高他就很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西医跟他讲一句话 果生果 什么叫果生果 就是如果你高血压不治疗 会导致什么 对你们都知道啦 哎呀 原来你们也被吓唬过的 是他就是这样讲 所以患者自然怎么样 就要吃药了 但患者难道不知道 吃了一辈子的药 血压也不会好吗 你们知道了吗 知道啊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吃 因害怕而吃 但没有人吃好 这个也是事实 就我常常开玩笑说啦 哪一天我也发明了一个 治白头发的药 然后来推销你们 然后我也老实跟你们讲 但是这个治白头发 吃了一辈子头发也不会变黑 这样你们吃不吃 蛤 你们肯定不吃嘛我也知道 但是我接着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不吃 我的药以后会导致老人痴呆 或脑中风 你们吃不吃 吃啦全部吃啦 因害怕而吃 人是在害怕中 就会失去智慧的 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 西医刚好抓住 所以接下来就是果生果 跟你讲只要检查糖尿病 他说你要不要吃 要不然以后会怎么样 糖尿病不吃会怎么样 节肢对不对 烂掉节肢 还有什么眼睛会瞎掉 哇 那西医经过医生这样一诅咒 你还有勇气 抵挡得住吗 还能够 如如不动而不吃吗 不可能 但吃了一辈子 有没有人糖尿病吃好的 没有 我只看到吃到最后 都急功近翠死而后遗 但糖尿病依然没好 就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终于也明了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显然 西医就是 从一开始就鼓励要检查 有没有 一震就要鼓励检查 然后开始叫大家要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但是发现的这些检查 跟体伤以热能不足 完全是无关的 也就跟治疗无关 紧接着万一检查出来 你又惨了 他又用第二招 叫做果生果来跟你们讲 那你们变成怎么样 一条龙啊 一条龙的服务啊 从一开始叫你们检查 万一检查出来 就一定要治疗 不治疗他会诅咒你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几乎能够很理智的 选择不 跟医学说不 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情形就变得非常可怕 也许你们说 张医师哥 有这么严重吗 我知道 光早放这样几个案例 要收服你们的人心 很难的啊 你们那个脑袋 不容易这样就厘清的 所以现在来 应该要用事实来说明 我继续来放案例给大家看 好不好 好 我们紧接着来看 手麻脚麻的案例 脊椎压迫案例 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 把你的症状 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 我是 我本来是一开始 是手麻脚嘛 然后讲到要是什么症状 就去西医检查 还有就做很多 一个一般的检查 所以我就是到那个 你知道吗 如果 它的判断就是 我的颈椎跟腰椎都 推进来不出 下到神经 其他报告他就叫做 你就留下来开刀 因为我听了 我跟我太太谈了一下 好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不要开刀 现在的症状就是 手上面也很麻 可是我脚 下半身就是 随时都是麻 新的症状就是 脚脉脏 走路也很小心 也不能跳 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 鞋子掉都不知道 神经已经 那西医还跟你讲 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不开刀很严重 有时候会瘫痪 西医喔 那个他们会说火会生火 西医的理论就是 手麻跟怎么样 跟颈椎有关 但手麻我看那么多 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 跟体伤有关 这个揉一揉就会好 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 我现在手指间是 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 手去摸冰块一样 重重的感觉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左手已经按提东西 为什么不能提 就提起来这个筋很痠很痛 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痠 我们来看看他跟颈椎有没有关 插样 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痠嘛 痠这里对不对 对 好那我先帮你按按看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会痛 这里呢 越来越痛 我越来越痛了 后面就不会痛 这里就不会了 这里就不会了 所以都集中在这里嘛 没有 好 好 这个既是诊断 也是怎么样 治疗 所以跟这里颈椎有没有关 马上就可以答案你 来 你放下来 你现在再出力看看 有没有比较改善 酸 酸 酸没有了 酸没有了 我把你拿掉 因为讲的那么严重 说跟颈椎有关 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关 有 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 他说这里异常啊 颈椎压迫要开刀啊 那现在我有沒有处理他的颈椎 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 那现在再找痛啊 我知道找不到而已 指尖来马嘛 对不对 现在指尖哪里嘛 指尖是 就是对外面都有马 食指都在马 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 这里有酸 这里是吗 这里有酸 这里都没有 好 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 没有摸这个比较轻微 有比较轻微啦 你确定吗 两手 两手已经不一样了 好 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 脚就是很脏 哪里脏 就是这个地方 小腿肚喔 小腿肚脏 小腿肚脏是哪里引起的 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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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背部耶 来趴去吧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会 痛的时候跟我讲 这里酸了 这里酸了 好 好 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 那有没有效 这样就知道 好 我们起来看看 左脚很轻一点 有减轻 右脚呢 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脏 有减轻喔 好 你走过来看看 眼睛走路喔 他 冲突了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性 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 有没有快 有 西医讲得很严重 结果我没有几分钟 就把他怎么样 处理好 而且他感觉很轻松 他来的时候是 很有压力的 拜托人来 叫我一定要亲自看的 那 我问完之后 我说好 我当场解决 那这个就是实况转播啦 这样拍摄下 那很显然 西医检测出来的 手麻跟颈椎有关 有没有关 没有啊 西医说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手麻会怎么样 癱瘓 那个是不是果生果的意思 如果不怎么样 会导致怎么样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们的招法 如果你手麻 他一定会鼓励你的啦 因为一阵多阴 所以要做检查 才知道你什么阴 那一旦检查出来 他会跟你讲什么 果生果 这是一套的 所以你们现在遇到这种问题 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像我太太以前也是啊 不懂啊 照出来确定乳癌 乳癌他跟你讲 如果不处理 他会快速长得很大 你就那个了 就隐含着 不处理 转移会一定就死人了 所以要赶快手术 他们的理论是这样 我之前不懂 但是我从很多患者身上 我已经了解 我原来是 这两套不断在应用 但事实上这些都跟症状 完全无关 好 所以结果也证实了 我揉一揉 跟他的要开的颈椎还有腰椎 我全部没有碰到 有没有 我只有碰上背部 这很显然嘛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面也是一个压迫的案例 脊椎压迫案例 他说刚好来这里玩 然后就听了我一个小时 他刚好求医无门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冲进来问 台湾20天前 我突然间脚麻 躺在船上是不会怎么样 做得还好 我一下脚就跟他 整个脚血血气不通 可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我核实工程照了四五天 终于一针就吃中药 细一只吃中药 肌肉消炎 我已经差不多吃二十多天了 竟然来了 他也有所贡献 我稍微帮他处理一下 现在麻这里一次吧 好 我一枪就中腰台了 一下去我就知道 这里一定很痛 很痛对不对 好 冷一下 好 我轻一点 这样可以承受吗 好 我先轻 这里也痛 好 痛 好 这就是他的文明所在 所以跟这里跟腰椎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帮你输啊 不能让患者痛太久哈 这是我的原则 可以下来看看 看看那个腿还麻烦 嗯 真的好有种 真的 可是很痛 东西看得太多 因为我认识有个朋友 医生的朋友 各说各话 我真就挣扎的段几八道理 补科 主任 包括院长说要公正啊 要开到尾不敢开 这好像现在没麻 只是说我今天我管他的 我就冲上他 找对的再讲啊 好像面子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不麻了 真的啊 我也是发誓的 他的病也没有好 反而要叫他怎么样 进一步开刀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个肩麻的案例 肩麻案例 之前我的脖子不舒服 会痛 肩膀会麻 我去看医生 照了持症造影 医生说是四五六 滑胃 骨刺赚到那个神经 那给我吃了一个月的那个药 好像没有改善 他又建议我再吃一个月 如果没有改善 安排下个月考虑来开刀 你肩膀麻哪里 这里的位置 这里会不会麻 上面这里 这里也会 好 等于从这里麻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脖子在哪里酸 天酸 好 这里酸 那这样多久了 五个月 五个月 好 那我做那个肤健 热敷还有电疗 还有拉脖子 好 还有拔罐 拔罐 起身有效最后没有 他脖子这里酸 他的开关在哪里 整骨下颜跟脖子 这里一定可以找得到 所以这个只要找 马上就可以解决 他这里的问题 好 那他如果这里痛 我也认为是在这里脖子 也是可以管到这里 这里确定麻嘛 这里麻是肩部原始点引起的 所以我等于我把整骨下颜揉到这里 然后再把肩部原始点揉完 这里的麻 还有脖子的酸痛 就可以解决 那有没有效 他说五个月了 我们做完马上就可以见分享 这个我揉整骨给你们看 那这里呢 这里呢 也会痛 也会 那等于整骨下颜整条都在痛 那我颈椎看看这里痛不痛 但是我不是揉他的颈椎 是揉旁边 因为他肩膀还会麻 所以应该是跟颈椎有关 好 那他这里我已经解决 我现在要解决他的肩麻 那这个就揉肩部原始点就好 这里痛不痛 会 会喔 这一点痛不痛 这一点不会 好 那就只有这一点痛 对不对 这一点很痛 有两点啊 都在下颜这里 要不要很久 不用 这两点差不多18秒 如果每一个点9秒 所以我已经揉好了 现在帮他舒缓一下 你测试看看脖子还有肩部 刚才上来好很多 这是骨刺 骨刺每个人几乎都会生的 但骨刺跟正的不适感的马 有没有关 无关 这个是完全无关 所以我知道无关 所以我揉的会好 要不然如果有关 我怎么揉 骨刺也不会立刻消啊 怎么可能好 所以这个从结果也可以推测出来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锥肩盘突出案例 你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 我已经看了 这个重点在找开关 而不是说你脊椎突出 这个都不会造成的 我还是一句话 对 现在他们要交 对 现在他们要交 这个是当场比对 这个是当场比对的 这个是当场比对的 有没有快 马上好了 这个根本不需要开刀的 而揉我们是整条脊椎啊 也不是椎肩盘突出 那一块啊 跟那一块完全无关的 好 那我们紧接着 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胆结石案例 胆结石案例 曾先生50岁 家住台湾新北市中和区 2011年8月7日 凌晨三四点腹部剧痛 检查为胆结石 胆发炎 并被医生告知 会引起腹膜炎 败血症等 建议手术摘除胆囊 患者到基金会经张医师案推后 疼痛立即消失 之后半个月疼痛两次 家人处理缓解 今天凌晨差不多三四点了 我就忽然肚子痛 痛醒起来 一直忍 忍了差不多 将近五点受不了 我就把我弟叫起来 我本来想叫送医院 然后我弟就把我做按摩 还有热服 看能不能减少我的疼痛 可是还是受不了 所以就送去医院了 医生就做X光跟超音波扫描 还有验血 他说我胆有结石 产生发炎 发炎可能胆囊会破掉 胆子会流出来 可能会有腹膜炎或败血这样 建议我们胆囊要拆除 可是我弟弟他就说 拆除这个那么大事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行手术 就直接出院 我弟弟就带我来基金会这边 我原先我以为是找中医 结果来是听课 我就丢痛 听课我就停了一下 结果那个医生有给我做一个简单的按摩 就自从张医师看过以后 到今天就两个礼拜了 这两个礼拜就 只痛了两次了 那痛的时候 我弟弟就帮我推拿跟热服 那状况就比他没那么痛 半年后 其家人告知曾先生已痊愈 C 当他肚子痛 说是胆结石 但我揉完 他胆结石还在不在 在 一定在嘛 胆癌还是发炎的 不可能发炎会立即消 但他痛有没有不见了 有啊 所以跟这些照出来的影像 也就是状的异常是怎么样 无关的 有时候异常形态 与症是无关的 那最后半年也好 所以如果我们对一些不了解 我相信大部分是会怎么样 开刀的啦 这个是比较多 那以下就没有那么幸运咯 这些上面的都是因为 就是听到有人说有原始点 再还没有开刀就跑 李先生51岁 桃圆县人 2008年4月 因运动造成 左边鼠膝部以下疼痛 延伸到右脚至无法走路 医院检查不出病因 2008年9月到长庚检查出 腰椎椎间盘突出 并开刀治疗 2008年11月出院后回家 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住院 腰部以下两脚疼痛 只无法站立 以抗生素及肋骨唇治疗有好转 二十几天后出院 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入院 2008年12月进加护病房观察 两天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以肋骨唇和马飞针剂治疗 并在长庚医师告知下 用冰敷处理两周 但病情仍然逐渐恶化 之后只能整天卧床 腰部以下肾腿足底都痛 无法下床站立与行走 2009年1月6日 经张昭瀚医师处理后即可下床 患者自觉疼痛感减轻约五成 两天后即可自行从领口长庚步行出院 这个影片也蛮长的 2009年1月的事 那这个患者 我很佩服她太太 怎么会找到我的手机 打到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很严重 说西医说她不只卧病在床 而且一直在贴麻啡吃西药 已经肾脏也有问题 可能她要进一步检查 或许还可能要洗肾 结果一个坐骨神经痛 竟然治疗到甚至要洗肾 所以她太太说她们家快回了 看我能不能去看她 所以我才带几个基金会的人员 当然是白天去的 不是趁夜黑风高啊 摸进去导演没有那么样 但是去的时候我是很小心的 因为开门看看里面有没有医护人员 眼看四下无人我才进去的 就没有医护人员 然后赶紧啊 我就是叫她趴着 立即帮她检查 那我从上背部一路检查到下背部 整条脊椎竟然没有一点不痛的 每一点都痛 哇 痛得有够彻底 然后痛到臀部 难怪她整天只能卧病在床 然后足底也痛 我知道脚踝也出问题了 所以我就在床上帮她开始推了 推完我叫她下来 她不敢下来 为什么不敢下来 因为她踩到地她就痛 所以已经习惯整天都在床上 所以你们看到她下床 那个是我做完的 我做完之后 然后叫她 你放心你下来试试看 她才勉强下来 然后扶着椅子啊桌子 那个试试看 诶 确定可以蹲了 然后也可以抬脚了 然后我再叫她出去亮相 结果她走一千 诶 回来确定好很多了 那我问她 这样处理疼痛稍微减轻多少 她说一半 我说这样就够了 然后在她耳朵只讲一句话 赶快伴你出院 要不然她在医院再这样下去 肯定毁啦 你了解吗 她听懂了 那为什么要在她脊椎画两条线 因为她说那如果你不来我怎么办 我说我画那两条线 你叫任何人 只要在这两条线揉 就一定有效 她就听我这样说她就放心了 方法也教她了 半个月以后 我又碰到她 已经完全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摄护线癌的 102年11月被检查出摄护线癌 并且有转移骨头 而且是属于晚期 103年10月 因为腰痛接触原始点 操作过程中改善很多 因为运动突然过量 又不忌口 104年2月 因为腰痛 肩椎痛 大腿骨外侧疼痛 104 3月23日 因为全身贪暖 无力 无法行走 挂了急诊 医生说 肿瘤压破到神经 需要开刀处理 让神经减压 开刀住院半个月 对疼痛 一点减缓也没有 而且一天吃四次止痛药 打马灰针 马灰贴片 还有电疗 对疼痛一点改善也没有 10月15日 我拿四脚自行器 来到基金会 做学习体验 当天我的疼痛 就减轻一半了 我每天的原始点操作过程 喝姜汤 75克干姜 3000cc的水 熬煮到700cc 温敷24小时 按推 每天按推两次 运动 爬山 爬楼梯 不吃寒凉食物 今天 5月5日 重行走困难 需拿住行器 短短20天 我现在可以爬山了 非常感谢 基金会主公菩萨们 更感谢张医师 创立原始点基金会 还有感谢 协志师兄的照顾与辅导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不会 不会 谢谢 大家早安 早 今天特地来 这边感谢张医师 还有基金会 所有志工菩萨们的照顾 所以我今天才有重生的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讲话 感恩大家 谢谢 像这种案例我早期看了很多 因为原始点是研究癌症 而最后才完全了解 原来患者有肿瘤的人 跟一般人一样也会有症状 他处理方法也没有两样 我早期还遇过很多 比如说吃不下饭 西医常常讲 哎呀你这个是食道癌 因为肿瘤压迫了 所以吃不下 但是像这样的患者我处理很多 也就是你把上背部整条揉一揉 然后立即叫他吃饭 马上吃得下 那如果说跟肿瘤有关 我揉一揉我不相信 我已经把他的肿瘤揉小了 不可能那是不可能 那肿瘤还在 那为什么能吃得下呢 只有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跟肿瘤无关 因为揉完整个组织器官 运作就顺畅 他就比较能吸收了 原来是这样 而这样的患者很多 所以像这种患者 西医说肿瘤压迫 结果开刀把肿瘤减小了 也没有好 最后还是揉 揉完立即就减轻 那代表这个异常 西医检测出来的异常 跟症的不适感有没有关 无关 好 那我们紧接着 再来放一个直肠癌的案例 直肠癌案例 本来我也是做生机饮食的 大概后了 生机饮食有十几年 怎么过到后来是手脚病人 我也有做每两年做一次分辨检查 做了大概有四五处以后 在2015年的失业 发现是阳性晚令 悟性肿瘤 到医院开刀 把主场所有公分全部切齿 然后到两个月以后 就肝門开始疼痛 痛得不得了 然后就回去找医生 医生用了内视镜检查说 开刀的地方也没有异常 整天二十小时都在痛 他就开出痛药 开到一个月最高量八十四颗 八个小时出一颗 但是还是不行 还要自己花钱再到药局去买 更重的都要来吃 大概出了将近一年以后 医生说你不做人工照合的话 这个已经成常态性 不做人工照合会一直痛下去了 后来在我太太的群职里 发现了原汁点 就到网站去了解 看张医师的讲座跟手法 然后有痛的时候 我太太就按照张医师的手法按推 真的有效 痛的时间也缩短了 就非常有信心 到2016年的11月 就到原汁点来 接受原汁点师兄的手法的调整 然后我太太也到厨房去学习 原汁点的煮法 没有到这里来 也不知道煮菜怎么做 姜汤怎么煮 后来我们在家里就按照正确的方法 在家里做 从11月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 真正符合原汁点的处理方式 大概只有最近的三个多礼拜 其中包含了运动 从爬楼梯到助工 每天陪我去爬山 找出原因后 跟这个出法做法一切符合以后 就完全改善不再痛了 煮痛了也一个多月没出了 现在我的体力恢复的状况很好 甚至能够帮我的太太 按照原汁点的按推保养了 其实要真正的落实 才能完全改善 感谢原汁点 感谢张医师 你看直肠切掉了 但是还在痛 西医的检查没有异常 那表示一个现象 原来痛跟这些异常怎么样 无关 要不然痛 一定有痛点啦 我们柔都有痛点啦 所以是跟痛点有关 但西医不找痛点去找异常 这完全就是背离了 那自然就做不出来 也是意料中事啦 再接下来再看足弓痛 足弓痛 腰椎开刀案例 你哪里痛 跟大家讲 现在还在痛吗 他说十年了 好不好治疗 好 这个小case啦 西医都检查不出来 也是不好 好不容易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这个叫做不住 然后我们的西医 好也很厉害 开了是个 我又装个固定器 在那边有两个这间 都是固定器 所以那面是说 我的腰又出问题了 我问你 为什么足弓痛 他要不开你的腰 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我的腰有滑 我那时候最缺烦 好 心臓 就工痛 对 然后他说 他的病人有这种case 也因为这样子好 结果就是说 去他的刀 搞得更差 就没有好 我马上帮你做 我干净 是个小case 脚就伸上来 我看了 我自己有信心了 你这里痛是吗 好 好我先做一只脚 我跟你讲 就按在这里 忍一下 这里痛不痛 这里也痛 但是刚刚这一点最痛 对不对 好 你要不要好 忍一下 忍一下 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也痛是吗 好 这里开始痛 好 好 这里最痛 中间这一点 哎呦 多了 好 好 上面这里也痛吗 对 这里就不会了 就是这一点开始痛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 好 好啦你也叫够了 我揉好了 这个不用 这样不用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的 干嘛还要开刀 我现在来帮你舒缓也那么痛啊 好 我轻轻的 这样可以吗 轻轻的 可以喔 我轻轻的摸而已啊 好 现在舒服了吧 舒缓一点啊 好 你去走吧 不用那么小心就好好走 哎 哈 真的 你跟大家讲 喔 真的是 不痛了喔 主体痛 主体痛 本来检查不出所以难 最后竟然检查到腰椎 那结果开了有没有效 完全无关啦 开了反而腰更痛 你知道 所以它本来一个主体痛 又多了一个腰痛 那腰痛反而更难处理了 因为装固定器在里面 就更难处理 结果就注定 其实呢 这种患者处理快不快 揉几下就好了 西医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 所以我才说 如果真的要赚钱 还是要当西医啊 我这种揉几下就把人家揉好 你看能赚人家多少钱 所以我早就想开了 原始点是不要再想赚钱啦 好好救人为主 好 我这样一路 一路放下来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为什么我说 西医最大的误区就是怎么样 错认果 也就是老跟病不分啦 简单讲 然后这样导致怎么样 将异常的形态或异常的指数 当成疾病之因 而使怎么样 病人变多 那变多任何健康的人也想检查 造成怎么样 一证多医 让你一直想检查 只要有证也想检查 没有证也想检查 都想了解 看看我身体怎么样 只要老化一定早晚会被检查出来 你们终究有一天会修成证果 被他造成异常形态 那这样一造出来 又跟你讲果生果之后 你完全招架无力 一定会做了不该做的 包括吃要吃一辈子 或是做了不应该处理的手术 然后痛苦到不行 哎 这个就是现有的现象 所以这两种错 导致我说的 这个病人无穷尽的多 但也不可能根治啊 好我都把它讲清楚了 我应该你们应该也听得懂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至于异常不是疾病本身 是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症的不适感 即体力虚弱 也不是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而是自然规律所呈现的衰老败坏现象 由于身体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 所以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差异 无论如何努力改善 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 而被视为异常 且随着体伤与热能不足的日渐恶化 身体衰老败坏程度也会加重 而出现更多异常 但这些异常却非疾病本身 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异常与疾病之间无因果关系 所以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 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 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 检测结果却正常 身体无病 检测结果却异常的原因 虽然透过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或可使异常恢复正常 但医学要治疗的是疾病症状 而非衰老异常 明了此理 就不必想方设法 刻意要解决衰老败坏所带来的异常 而去追求仪器检测的 所谓人为正常标准 只有当其中的异常形态 已影响到生活作息 从因治疗无效的情形下 才可从果下手 治疗此异常形态 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 身体为什么会变化 会变化的理由 是因为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然后这个变化 不外走向两个途径 一个走向怎么样 衰老 一个走向疾病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两者绝对不一样 疾病不代表衰老 衰老也不等同于疾病 但是他们的因却都一样 都是因为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啊 所以如果你要保养 也是从体伤热能不足下手 你如果要治病 也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个案例 就是吊法 少年脱发案例 在2015年 4月4号 孩子生了一场病 一个星期后 我发现孩子有脱发的现象 去到药材店买东西时 中医师看到孩子的脸色苍白 还有脱发的现象 他就主动的跟孩子打脉 之后他悄悄的告诉我 他怀疑孩子 有白血病 中医师过后叮咛我 要倒回来 帮孩子做调理 可是因为两年前 我学习了原始点 所以对原始点非常有信心 想要用原始点的方法 来为孩子做调理 由于孩子没有极度的配合 喝姜糖 温敷和安推 做运动 我也无可奈何 脱发的现象也没有改善 而且更加严重的脱发 7月5号 我只好带着孩子到推广处 寻求协助和资讯 经过资工们的劝导下 孩子也愿意配合原始点的方法 我每天陪伴孩子做上下楼梯的运动 有时候会打蚁毛球 上步 每天也会熬50克的干酱片 在饮食方面 都会加一些干酱片 我每晚也会帮孩子做全身的安推 孩子也会睡热店至少6至8小时 孩子有时洗头会用一些淡酱汤来洗法 完全不敢用外面的洗法衣 以往因为对孩子过分的苛刻要求 无形众也是造成孩子有一定的压力 自从陪伴孩子做原始点 母子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孩子的心情也慢慢的放松了 笑容也多了 这无形众对他的健康来讲 有很大的进步 7月26号 发现孩子的头发改善了很多 也没有掉那么多头发了 过后 因为学校的要求 就带孩子去理髮 直到8月2号 奇迹出现了 发现孩子的心发开始长出来了 8月16号 8月16号 帮忙 我希望原始点能够为各位 勾出更多的贡献 其实如果以吊法来讲 原始点不是在自吊法 吊法在我看法是未老先衰 可以啦 也不是什么病 那原始点能不能处理 可以 但处理了 万一还没有恢复呢 那也只能尽力了 对不对 但有些真的可以改善 不过这个孩子 他母亲还好 我是认为音言不错 他早期就学过严实点 要不然他还带给中医师啊 那个中医师说他调法 然后把脉说他跟什么有关 白血病有关 现在中医师我也蛮感慨的 很多都是西派来的间谍啊 把脉跟白血病什么有关 我不知道那个是啥意思 所以一定是西派来的 已经可以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别看外面 穿着中医袍 那个一定中医是不一定啊 现在纯中医已经很少了 像我这么纯的喔 也已经走出来了 好 但是我这里有提到 这个异常 既然跟疾病无关 但这种衰老败坏的现象 有一个情况是需要处理的 什么情况呢 这个异常已经影响到 生活作息的时候就要 如果没有症也没有状 造理是不需要处理 但我们来看一个 需不需要处理的案例 让大家来判断 我们来看一个白颠峰案例 用江高治疗的 白颠峰案例 学员2015年开始发病 又图是2016年8月时拍摄的 虽没看过原始点 处理白颠峰的案例 但我相信能改善 约半年时间 我帮学员全身按推 并加强手部肘部 姜粉涂抹手部 不间断的喝姜汤 病情控制改善了 非常感恩原始点 2016年8月 2017年7月 2017年10月9日 前后约一年两个月 白颠峰是不是病 我认为不是 第一个它没有症的不适感 对不对 也没有症的功能混乱 也没有症的体力虚弱 也没有症的组织受损 跟疾病的症状无关 所以我把这个归为怎么样 衰老败坏的异常 但是如果它长在脸部 那就很难看 已经影响它的心理了 了解我的意思 这时候要不要处理 就要处理 所以我不是说异常不能处理 也不是说原始点不行 所以我们说 从体伤或热能不足 或可使异常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能治疗 治疗好 因为如果我说百分百 那老多人治疗 那这世间就没有老人了 对不对 你们活到这把年龄还看 每天揉头部揉脊椎 揉到像年轻人 那这个不是太可怕了 对不对 如果像我五六十岁的人 也像一二十岁的人揉到这种程度 你们会说我是人吗 妖怪喔是吧 所以这个不大可能的啦 了解吗 这个有一点违反那个 所以我们说医学不是要把老 都变成年轻 但是有些老化的异常 确实是可以处理 包括很多肿瘤也说 用了原始点就消了 但我从来不说原始点能治疗肿瘤 因为怎么样 原始点医学是治病啊 不是治这些异常形态啊 所以即便你揉一揉了 脊椎侧弯变正了 即便是啊 我也不说原始点 治疗脊椎 让它正 我也不说 但是有没有效 对于老化是确定有效的 我要提出 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 好那什么情况下的异常 不需要处理 什么要处理 你们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 我再举一个例 像我牙齿 年轻的时候不懂就被拔了 拔了周围就开始怎么样 容易松动 现在年纪大了 很多就开始掉了半颗 掉了怎么样 旁边会尖尖很尖锐啊 我只要舌头一碰到 就会很痛 那这个 我舌头的痛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异常刺激引起 不是我舌头有病啊 我舌头没病 所以这时候异常已经影响我的舌头 这时候可不可以处理 可不可以 可以这时候就可以了 那怎么处理 拔啊 是吗 你们狠狠欸 不能轻易拔的 我去叫牙医怎么样 把我磨平就好 不要那么尖锐就好了嘛 干嘛要把它拔掉 你们动不动就狠狠欸 你们好像那个思维都从西学来的 不是割就是拔 反正 反正都是伤害性比较大的 不需要了 我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影响到生活作息 你确实是可以用原始点处理 除非说怎么样 从阴处理 也就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个异常还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 这时候才要怎么样 从果处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温哥华的影片 一个异常 我也认为不需要处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脚皮肤异常案例 一点不同的 一点都不同 不同 不刷到它也不一样 不痛不一样 不痛不一样 对对 其实我平常的活动也不会影响我的活动 我还得上班 好 一个星期打羽毛球两次至三次 我还要跳舞 我以前是跳舞的 现在也可以跳舞 当然那个灵灵性没有那么好 所以其实对我日常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可是 已经持绑两年 三年多了 所以这一两年时间 我看过中思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看那个庄科 他们解释就是我自己体内的免疫能力 自己攻击自己的皮肤 所以都没有正庄 就是难看 就是难受 脚皮肤异常案例 有看到 二一皮的 二一皮 那个多久了 十几年了 有没有痛 有没有痒 没有 这两个都是异常的对不对 因为它不痛不痒 难看而不难受 用这个标准来看 既非症也非状 很显然这个就是属于怎么样 异常衰老败坏的现象 那要不要处理 要不要治疗 认为要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有人还是认为要治疗 那如果要治疗怎么治疗 你去西医 西医有没有办法治疗 认为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西医有办法 认为没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西医没有办法 其他你们不知道 好 我就给你们答案 西医绝对有办法治疗 西医治疗异常是最厉害的 它只要刀子拿出来 咔咔不见了就好了 你看脚趾头黑脚阿嬷也是一样啊 它把它咔咔就没有了 没有就好了 对吧 对吧 但问题你愿意不愿意给它咔咔 不愿意啊 问题出在这里啊 但是你们先别笑 这个是在外表你们分辨的清楚 今天如果温哥华那一只脚 是长在肠子里面 西医会怎么跟你讲 这个是肠息肉 如果不处理 会有癌病变 有没有 然后说要及早处理 你处不处理 所以它就处理是整条肠子都要割掉 你给它割不割 要不要给西医割 我不相信啦 你们一定割啦 绝对割 叫你们怎么办 你们就怎么样 你们现在是看了我的影片 还在挣扎 如果没有看到绝对割 所以我跟各位讲真的 体表 因为你常常看 你会做主张 因为你们意见多 西医对体表的看得到 比较不敢 你看黑脚阿嬷一根指头黑掉 她要砍到她的膝盖 就要费尽千辛万苦 用血管显影来看出 哦 你留不下来 我就是找症割来割你这个腿 对吧 但是你这个没有办法 他只能说那这个是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你割人家做什么 割了免疫系统也不会变好 他说你自己皮肤自己攻击自己 从西医的乙气这一点 已经十足看出西医的观念了 他们是怀疑身体能够自我自意 而且怀疑身体会作怪 他会捣蛋 了解吗 还会自己攻击自己 那身体就自然就变成怎么样 在对立耶 身体是在帮助我们修复的 怎么会搞成他会害我们的呢 会对立的呢 只有西医告诉我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在产生恐惧 他会不会癌病变药 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一直怀疑东怀疑西 自然就会做检查 这也是他们的理论一系列 所以他不相信人体有治愈力 他不相信 所以都一定说 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种理论我听了很多 只要像这种异常 他常常说自我免疫系统攻击自己 这种话 好 那还有一个恶于皮 他也不痛不痒啊 要不要治疗 如果要治疗也是咔咔咔 对不对 那你要吗 要不然吃药这个不可能好 如果真的一定要这样 要割的话 你不如用原洗点揉屁股看看 然后整天温敷 有消也罢 没消也没关系 反正早就不影响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我是主张不要处理啊 那下面这个我就决定 一定还是要处理 好 我们来看肿瘤的 肿瘤头部两倍大案例 20多岁开始脸部左侧长肿瘤 经历40年左右 肿瘤已经是头部的两倍大 7.46公斤 这时候我就赞同西医割了喔 有没有影响到生活 有 肿瘤虽然不会痛 也不会要命 但割了它反而轻松了 对不对 也好睡觉 我认为是要割 但是从这个案例 我们又看出来 因为这个是长在非洲 不是长在澳洲 差一个字差很多 如果是长在这里喔 我看不要说这么大 两公分就被割了 可能割了还要化疗 对吧 那它早就不见了 还可以长40年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也确定 原来长肿瘤 跟疾病是无关的 跟死亡也无关的 所以你如果了解 原来肿瘤是不会死的 你怎么会去做化疗呢 不可能的 所以肿瘤是不会死的 我几乎可以确定 因为它跟老无关 那跟死亡更无关了 它是不一样的 生老病死是完全不一样 好 那我们继续把最后一段也念完 总之 异常只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它们既不是导致疾病症状的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医学要解决的 是疾病而非衰老 如果为了解除症状或检测正常 却将异常当成治疗对象 他就犯了将衰老当成疾病 而使病人变多 以导果为因 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的过失 如此治疗不仅违反自然规律 还超出医学范畴 简单讲现有的西医 有没有超出医学范畴了 有 绝对超出了 它超出太多了 所以现在病人也变得太多了 那这个是无解的答案 除非民众觉醒 要不然不可能改变了 好 那我们润果这一张重不重要 我先问你 这一张非常重要 因为它告诉我们生老病死 死了你就不知道 在死之前的所有变化 不是老旧病 你们分得出来了吗 分得出来的举手我看一下 哎不错大部分人都举手 但是还有人怎么样 一年盲难 还在思维嘛 我已经放了很多案例了 好那这个果我认为是最重要 你了解疾病 这个果老跟病只要分开了 那知道什么要治疗 什么不需要治疗 这是一个智慧 那什么要检查 什么不要检查 也就是人生在世一生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知道 有些事情 是一辈子都最好不要知道 比如什么 比如体内的东西 一辈子也不要知道 肚体把你包装的那么好看 有一句话 你不要去看里面 也就是它包装那么好看 就是隐含一句话就是 天机不可泄露 谁了解里面 谁就倒霉 我跟你讲真的 好所以这一件事情 体内的东西一辈子也不要看到 那本来老天就不想让你知道的 了解吗 体表我们是无可奈何才看到我们的苍老 那是没办法 那体内的它已经包装好 就不要看了 但什么是要赶快知道的 原始点要赶快知道 要不然犯了错 你就后悔莫及了 好 那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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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